这些钱还不够住一天客栈 那个江湖骗子 想不到不光是个卖假药的 还是个小偷 下次再让我遇到他 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亏了我们带了莲儿 要不然那个小偷会弄得我们身无分文 季大人 钱丢了事小 丢了金印事关重大 如果不马上找回来会有很多麻烦的 皇上请放心 我会暗中寻法 必要的时候让官府调动人手配合查找 皇上 我们出京已有数日了 老臣以为是不是可以改改口 老是皇上皇上这么叫太过招摇了 一路上朕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想从今以后朕的名字就叫高天赐 高天赐 皇上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皇上 你是一国之尊 皇上永远高高在上 受臣民膜拜 那姓高 那是再何时不过的了 马屁精 果然是马屁精 皇上是天之骄子 受天命治理国家 取名天赐也是合情合理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高天赐就是从京城到江这一带采购茶叶的商人 荣安你就是伙计 姬大人就是帐房先生 莲儿是丫鬟 一路上大家要紧记对方的身份 千万别叫错了 尽管叫我少爷叫他祭老 千万别在皇上大人这样叫了 知不知道 遵命皇上 刚刚说完你怎么又忘了 是 少爷 真有点不习惯 莲儿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上次在客栈飞镖的事件应该跟宫里的事情有关 所以荣安 你要寸步不离的保护莲儿 不得有任何闪失 是 少爷 少爷 既然我们没什么盘缠 又要急着赶路 那不容让我这个帐房先生到德州府去取点银两 千万不要 如果让那般官府知道我们的身份的话 那我们这次寻江南就失去意义了 不就是一些小小的盘缠吗 怎么能难倒我高天赐 少爷 难道是想自己赚钱 少爷 还是让我去吧 再怎么说 我有一身好力气 赚些盘缠钱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家祖上是商人 我也有办法赚钱 赚钱是不需要出卖劳力的 季老 有没有兴趣跟我比试一下 看谁先赚到盘缠回来 少爷如此好兴致 那老夫定当奉陪 好 就赌你年筹两万两的俯路 好 好 大写书信撞纸了 青铁灰春都可以 给家里人写封信吧 写了 很便宜的 百字一千 老人家 请坐 请坐 小伙子 要写书信撞纸吗 不要 他写书信撞纸了 小姐 要写封信吗 大婶 要写信和装纸吗 你写完了没有 怎么这么慢 好了 好了 那你宁给我听听 好 乌儿见字如尊 乌儿出爱经商三年有余 至今上午知言片语 母心中盛为惯念 忧心乌儿身心劳顿 家中诸畜业以悲朔 生计当受之 不予将托灵人之子 送敌乳处所得之款 如数计回 且计母字 我了 完了 你写的什么东西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你有没有跟我儿子说 家里老母猪叫狗子带给他去卖了 写了 都写在上面了 我怎么没听见你写呢 老人家 我写的这是书面文 跟平时说话是不一样的 写信都是这样写的 老人家 你要相信我不会有错的 我儿子是杀猪的 看不懂你这个什么书面文 真是的 早知道我就找别人写了 那这个信你还要不要 我都不知道 你照没照我说的写 不要 钱 什么钱 写成这样子也能出来摆摊子 真是 我这字写的还是不错的 好 哥哥给我写点东西 你选对人了 我写的东西人家都看得明白 想写什么 哥哥帮我写一千遍 上课不能撒尿 不好意思 做不到什么 没有任何东西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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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小的名叫赛华佗 好 家里呢世代从医 今天呢 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世代研制的独门秘方了 独门秘方了 请看这款 这个呢 就是绝世无双山崩地裂 温柔逍遥丸 我这个逍遥丸呢 专制补气壮扬 吃了我的逍遥丸 好 保证你以后不会再有难言之隐 好 再看 这个呢 是由多种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冰青玉结消果丸 专门 致虚火旺盛 口干舌燥 傻不辣机 愣头愣脑 再适合你不过来 很适合你啊 好 各位女士们请注意了 这一款呢 叫做天上人间羞花碧月 美容养颜丹 我这个美容养颜丹 可不是一般的美容养颜丹 我这个美容养颜丹 会让你有一种由内而外 焕然一新的感觉 吃了我的美容养颜丹 保证以后不再用那些胭脂水粉 我这个美容养颜丹 叫我爷爷的时候 那曾经是公平的 专门给后宫里的娘娘们吃的 最后 我要向大家隆重推出 我所有药里面最富盛名的 集成了我们家几代人的心血 最后在我的精心研制下制成的 空前绝后 回忆我独尊 无敌送子丹 吃了我的无敌送子丹 不管你年纪有多大 你可以马上找到年轻小伙子的感觉 而且我保证你明年可以抱上一个大胖小子 我要一瓶空前绝后的无敌送子丹 多少钱 阿爹真有眼光 看在你有眼光的份上 本来一两一瓶的 现在二两买一瓶送一瓶 好便宜 好便宜 不仅如此 大家请看 这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赛华佗的品质保证专用章了 这是康熙爷下江南的时候赏给我爷爷的 是专门为了表彰我们家族对中华医药界的杰出贡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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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点 快去吧 快去吧 这个不就是骗我们的江湖术士吗 对 对 就是那个人 用我的精英 搞奴才竟敢抽我的精英 你说说你的就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 等一下 你为什么抢我东西 你把东西还给我 你还给我 我得报关 等一下 来人 有人抢东西 有人抢东西 你想 我终于等着你了 我想死你了 刚好这个人抢我东西 我们找他 你偷了我的核包 听见没有 我抢了他的东西 你抢了我的东西 你说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这上面有个玉子 玉子就是我的名字 我怎么没看见 要把什么都给你了 把谁打回来 你要拨,把我抢最后 那都看得到 你了 把手放回来